Hello 今天是2022年8月12日星期五 欢迎来到美股天天说 大家好 我是陈蔚 最近除了我们仍在关注各大公司的财报表现以外 各大投资机构也开始发布最新的第二季度的持仓报告了 其中桥水和小摩 也就是摩根大通的持仓报告都挺具有代表性的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两家机构最新的持仓情况 看看这些大机构的操作策略 相信能够给投资者们带来不错的参考和启发 那先看桥水吧 因为很多人都知道桥水的达利欧一直以看好中国市场而闻名 因此不少人也会关注他们对于中概股的看法 虽然在第二季度中桥水确实加仓了百度和蔚来汽车 但如果仔细看的话可以发现 加仓的幅度和加仓后的仓位占比依然是比较小的 像百度的仓位占比从第一季度的0.6%是增加到了0.72% 而蔚来汽车Neo的仓位占比从之前的0.45%是增加到了0.51% 两支中概股加起来的仓位占比也不过是1.23% 而第二季度中桥水清仓了阿里巴巴和京东两大巨头 光是阿里巴巴在清仓前的仓位占比就高达3.82% 仅次于第二季度末 桥水第一大的重仓股保洁公司4.11%的仓位占比 还要略高于强升这支第二季度末的第二大重仓股 所以可以看出桥水可能依然会继续布局中国市场 但至少从股票仓位上来看 他们现在对于中概股的态度是非常谨慎的 这点我觉得投资者同样需要保持警惕 还是那句话 不要看一个人怎么说 而要看一个人怎么做 那从第二季度末桥水的前十大重仓股中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他们防御性的策略 除了大盘ETF以外 主要的股票就像宝洁 强升 可口可乐 百事可乐 Costco和沃尔玛这些 基本上都是消费相关的龙头企业 不过桥水的持仓布局是有变化的 这里面像他们对宝洁强升 可口可乐 百事可乐这些股票的持股数量 是有所降低的 显示出桥水还是对经济前景有所担心 因此在人们的消费模式 可能转向衰退模式之前 降低一些仓位 从而降低风险 但他们对于Costco和沃尔玛 这样的大卖场的持股数量 反而是有所增加的 其实这里面的逻辑我们也分析过 那就是像Costco这样的股票 是具备对抗通胀风险 和经济衰退风险的属性的 那沃尔玛可能相对会弱一些 但桥水这样的布局 也基本符合这样的逻辑 所以可以看出的就是 大机构也在顺应趋势 做好经济风险的应对 同时考虑到这里面的股票 不少也有着还不错的股息分红 因此就算大盘再度面临压力 稳定的分红收入 是能够给这些机构 带来不错的回报 以及相对可观的风险缓冲空间 这也是投资者们可以借鉴的地方 另外就是桥水 还重新加仓的电商股 包括像亚马逊和东南亚电商巨头C 另外也增持了Mustcar和Meta 这样的巨头公司 还是能够看出 在控制好仓位的情况下 桥水也在重新买入这些拥有潜力 但是估值相对较低的大型股票 这样就在防御的同时 也能够维持一定的增长空间 属于是成长股和周期股的投资搭配 并不会一味的去避险 这样的操作趋势其实现在也是很多机构正在采用的 显示出对整体市场依然是保持着谨慎乐观的态度 这就告诉我们 就算风险确实存在 但如果能够重视个股基本面的分析 好的股票其实还是能买的 不要过度的悲观 那看完了桥水 我们再看一下小摩 也就是摩根大通 增持的股票中比较明显的就是微软公司了 在第一季度末的时候还是排名第三的微软了 在第二季度末就已经成为了摩根大通最大的重仓股 增持的比例达到了10% 第二季度末的仓位占比是3.26% 而第二名的持仓依然是标普500指数的ETF 接着就是他们自己的全球股票多元化ETF 而第四和第五位则分别是苹果和亚马逊这两大科技巨头 那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亚马逊的增持比例呢 其实要比微软还要大一些 持仓数量是大增了17% 可以看出桥水也在加仓亚马逊 小摩也在加仓亚马逊 这些都显示出啊 亚马逊这样的股票在估值低位的时候 真的很有吸引力 其他的重仓股呢 还包括了像联合健康 Google和爱博维这些龙头企业 那如果和桥水的持仓放到一起 我们就可以从这里看出啊 这些大型机构在各股方面的持仓 除了桥水更偏向消费类股以外 共同点在于都依然喜欢大型科技巨头 和医药健康相关的股票 毕竟呢 这些除了盘面够大 能够消化更大的资金量以外 重要的是 他们符合未来的长期发展趋势 以及拥有着不错的基本面前景 这也是普通投资者 可以多多关注的领域 而在摩根大通的持仓变化中 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 那就是前五大的买入标的中 摩根大通大幅度买入了纳指的看涨期权 增持比例是高达195% 而在前五大的卖出标的中 卖出最多的就是标普500指数的看跌期权 这一个买一个卖 其实已经很好的说明了 在第二季度的时候 摩根大通对于股市前景的乐观看法 也能体现出大型机构的情绪面的转向 而像Rivian这只新兴的电动汽车股票的看涨期权 则是摩根大通在第二季度中卖出比较多的 显示出对于这些基本面依然面临挑战的公司 他们也会持有着谨慎的态度 那这些就是通过观察一下桥水 和摩根大通最新的13F的持仓报告 能够发现的值得我们多思考和参考的地方 当然了大家也不能简单的去抄作业 毕竟之前也和大家聊过 13F持仓报告很有参考价值 也是大家的关注重点 但也有着很大的弊端 那就是时间上面的严重滞后 例如现在我们第三季度 已经基本过去了一半的时间 才刚刚看到他们第二季度的持仓变化 这样的一个严重的滞后性 就意味着现在的投资逻辑和操作策略 是有可能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的 因此投资者需要去结合当前环境再做比较 盲目操作业不仅是不合适的 有时候还会很危险 那明天又是周末了 针对下一周有一些重要的经济数据 我们首先要来关注 分别就包括了像美国的房价指数 新屋开工 零售销售 乘屋销售 以及加拿大的CPI 那这里面最值得关注的 除了房价指数以外 就是零售销售了 因为零售销售能够更好地给我们展现出 目前消费者层面 到底是否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那如果消费模式出现了一些变化的话 可能就会引发人们对于经济风险的担心 所以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另外下周我们也将迎来 美联储7月份的货币政策会议纪要 那我们可以看一看 是否有一些在他们的政策声明 以及会后的讲话中 没有透露出来的重要信息 需要投资者去进行消化的 那如果有的话 我们就需要观察一下 这样的一个信息 是会更加的鹰派呢 还是会展现出一些鸽派的立场 这对于投资情绪的影响都会比较大 另外呢 下周还会有多位的美联储官员发表讲话 那正好在CPI和PPI数据公布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看 这些官员们对于目前的通胀形势 有什么新的研判 这对于投资情绪也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财报方面呢 下周的财报主要偏向于消费板块 那我们可以关注像沃尔玛 Target Home Depot 这些主要的大卖场的财报表现 另外呢 也可以看一下C这家东南亚电商巨头的一个业绩表现 还有就是思科以及应用材料 这些美国的科技公司了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这里要感谢一下老虎证券对本节目的支持 如果有美股开户需求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视频简介中的老虎证券开户链接 有专属福利带给大家 还有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非常开心 由我参与开发的小白的美股投资宝典已经推出 欢迎感兴趣的朋友扫码了解课持内容 那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订阅点赞和转发 同时还可以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及时了解市场动态 第一时间获取更新通知 谢谢大家 祝大家周末愉快 健康平安 我们下周再见